你 清晨 西成 人都去哪儿了 你到底接电话呀 急死我了 姑娘有急事啊 开你的车行吗 好嘞 走着 来 哥 你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呢 怎么了 冯天 是嫂子 她去学校接清晨的时候 突然昏倒在学校门口了 是老师帮忙打的120 现在她在医院 我也在医院 你在哪儿 现在什么情况啊 哥来了就抢救了 情况不是很好 医生怎么说的 不知道 行 你等我过来啊 爸 你醒了呀 你怎么来了 我洗手麻痹我要住院了 什么病 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好像挺严重的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肺炎 暖气 什么都来不及了 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呢 他知道 西生早就知道 他是故意瞒着我们的安科 他开始了 他会很丰富 他还是否認識他 他不是东西 我肯定会了 我肯定会了 Although他不敢遇ạt他 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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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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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要了 爸爸在你遇到 遇到你全害怕 不害怕 有爸爸在呢 不怕 我忍 我好害怕 我想進去看媽媽 好 你去看媽媽 媽媽 你打針疼不疼 有一點兒疼 不過沒事 等把這瓶掉針打完了 媽媽就能跟心塵一起回家了 媽媽 媽媽你快點好 等你好了 你和爸爸帶我去動物園 我們去看長頸鹿 大象老虎獅子 心塵都認識這麼多小動物了 沒問題的 媽媽喊了 心塵想去哪兒媽媽都帶你去 好嗎 拉勾 好 我們拉勾 拉勾 拉勾 上吊 一百年不許變 一百年不許變 改裝 媽媽 心塵 媽媽沒事 你到外面找爺爺玩會好不好 讓爸爸跟媽媽待會兒 爸爸你是不是不走了 不走了 爸爸一定會陪著心塵 陪著爸爸 再也不走了 你不要騙我 什麼時候騙過你 去吧 媽媽我出去了 你要好好休息 我爸爸真乖 快去吧 我爸爸 我爸爸真乖 我爸爸沒見過 我爸爸也不讓你 我爸爸也不讓你 你爸爸有什麼事 我爸爸還有一個 爸爸也这么说 好的 妈妈累了 先这样天天好 好 好 人这一辈子几十年了 谁没遇上点胜利死别的事 你在蓝中的时候就知道 其实那时候想跟你说来着 正好看上那天你跟王佑打架 你还记得吗 后来我就想算了 这种事情 没必要影响你 干嘛还在拉上一个人啊 你这个人就是 从小到大主意太大 我不喜欢做没用的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种病一查出来 就是晚期了 生涯的时间 我不想每天大家都哭哭啼啼 不是 这 怎么会 怎么会就这样 你还记得我妈吗 妈也是得这病走了 那时候跟我 现在年龄也差不多 我跟六哥他们混的那会儿 他们好多人想叫我抽烟 我都没学了 就怕对肺不好 但是现在想想 这跟抽不抽烟没关系 该来的都会了 好吗 好了 别这样了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 好多男的惦记我来着 但是我都没搭理他 但是我都没搭理他 因为有一家伙跟我说 前来他要娶我 你怎么就知道 他说话怎么听算数呢 因为我看人从来没看错过 这人言必行 行必我 而且到现在还是个帅哥 越还越帅 对吧 你说得正经呢 有一个问题 我啥问你 你说 你跟几个女的上过床 好啊 我就好奇 你跟几个女的上过床 就你一个 真的 真的吗 就只有你 没别人 就没别人上门的 有 但我不坚持啊 那你得多亏呀 我心里只有你 没别人 还有 太想到我还碰到了个情深了 我走了以后 你得找一个 必须要找 星辰太小了 你们都需要人照顾 咱们别说这个行吗 答应我 快点 答应我 快点 行 行 我想下期给我招呼起来 我教你将来招孩子 快去 快去 好 去买幅相机 好的 您稍等啊 二叔 二叔 电视台主编说找咱们剧组负责人 冯都不在啊 二叔 电视台主编是负责收片的 说话比台长都好分量 那我来吧 主编 你好 我是身边眼前的剧组制片人 我们总制片人出去了 家里有点事 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 好 好 好的好的 谢谢啊 他说什么 他说他看了咱们送过去的样片 他对咱们表示敬意 这主编可都是牛人哪 这主编可都是牛人哪 一般的东西人家压根不放在眼里 他还向咱们表示敬意 对呀 那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赶紧跟冯东说一声 我赶紧跟冯东说一声 表示敬意 你这小子关机 你这小子关机 我一会儿再给他打 成 这回成了 得让这小子请客了 真是 你那步马就跳错了 我要出局你怎么办 下棋至少得想三步 妈妈和哥哥经常下棋 我不行 我妈让我半边棋 我都下不过 拱足怎么样呢 拱足 行 算是一步棋 飞下 飞下 你们俩知道吗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经常在街上跟人摆残局 很多人都下不过她 什么叫摆残局啊 你是不知道这个 这以前啊 摆残局多着呢 那些玩残局的呀 动不动还打架 那个时候你妈妈 满在街被人追 还是我去救的她 别听你爸 救你爸追着我跑来着 我飞下了 你怎么走了 我这没法走了 没得走 不然那个公主要跟她换子 这你就又办事了活了 你那居 早该出居了 别家里干嘛呢 养着呀 你们都不对 就应该罗炮打着她呀 行了行了啊 关其不与真君子 你们那么厉害 你们来啊 谁让你下那么臭呢 臭呢 爸 你帮帮她 你们一块儿下 好啊 好 行 就像你说的 来 租居 然后呢 公租 白出了吗 这怎么不算啊 这不行啊 我们刚才只是试一试试一试啊 咱们再想别的 落字不悔 秦辰 你爸爸这叫毁齐 千万不能跟他学这个啊 爸 你看看 要不就出居 出什么居啊 你也是臭齐搂子 再拱足 跳马 行了 我输了 我认输 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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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很快 妈妈很快就能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又走了 可不是嘛 你说 这个回来了 那个怎么要走了呢 星辰 放心吧 爷爷在 爷爷在啊 爷爷 妈妈回来了 我也让她带我打羽毛球 好啊 好啊 那当然了 爷爷爷打啊 爷爷 你给我吹一个 行 拿着啊 这干嘛 这干嘛 他两边转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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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多 好啊 办了你把出人手续 稳定了啊 西城不愿意住在医院里 什么意思啊 不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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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的事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最好的电视台 网站都签约了 到时候同步播出 而且他们还筹划 一个大型的晚会 把纪录片里面的人物都讲了 大家伙聚聚 这事一春跟小小叔复杂 对了 文案你再看看 最后再包包关 我不看了 将来你没了我怎么办 别这样 没了我就照顾 离开了谁都能活得挺好的 有事没有 我对你的感慨 我还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还对你说一个险子 你那蝎子都不带齐自己 一个险在 我以前老想着初温头 比闲粉挣钱 就前辈挣着自己给搭一只 希望你感觉到 现在你不想真心 就专心做事情 我相信 将来肯定大把大把 也千千年有了 要我这么多钱那么快 你将来挣大钱了怎么花呀 你也要好 就有什么好想 挣了就花呗 花我玩就捐你 做点好事 行 听你的 做好事 咱们再下一盘吧 行啊 你明天是不是星明天 对啊 咱们跟你爸 徐阿姨他们说好了 明天一块吃饭呢 你一会儿 给他们打个电话 让他们别忘了 你等一会儿 好 让冯清把孩子也带上 明天启明也来 孩子多 热闹 行 一春他们最近干吗的 一春他们最近干吗的 喊上他 还有肖威夷 肖战 挺长时间没见的 行 能喊的人我都喊上 知道吗 说个事吗 你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 我去世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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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一会吧 等你醒了 我们接着想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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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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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顾客身边 演节俊主 大家转松 祝我生了 好 此时此刻 我想感谢两个人 如果没有他们 就不会有我们的纪录片 很遗憾 他们今天没能来到现场 第一位 高级文学编辑 萧从 萧叔叔 我做到了 第二位 也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人 我的太太 西程 如果没有你 我什么都干不了 西程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我也想妈妈了 妈妈到底去哪儿了 谢谢大家 萧叔 我好想你 全部都没爱 你 我 你要是有我们的 我 你 关心我 请在那边过得好吗 现有平台的局限性 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技术 无法在现有平台上应用 任何平台都是有局限性的 其实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电器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都没用 很多所谓的新技术 都是噱头 那就不更新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争了 你们的意见呢 我们都知道了 下面我们听听萧总怎么说 说句实话 我也不清楚 什么样的技术路线 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因为不习惯 以前我们是在追赶别人 我们心里清楚 他们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我们只要跟着他们跑就行了 但是现在 我们才是这个行业的领先者 我们才是这个行业的领先者 我们是领跑的人 单据技术路线来说 未来我们有无数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 摆在各位面前的 有无数条路供你们选择 刚才你们的争论我都听了 非常好 而且像这种争论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会延续下去 你们继续 我觉得电器需要改良 讨论会议要多开一些 一春女士 听说电视台准备聘请 您做新节目的主持人 是的 还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呢 您在纪录片身边眼前的 拍摄过程中 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吗 是啊 这吃得差住得差 条件恶劣 是说 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呢 呃那些平凡的人 能干出这么伟大的事情 你要现在想想吧 就觉得特别感动 有人说是因为您过气了 而且被前男友骗财骗色 无奈之下才进的这个剧组 请问有这么回事吗 胡说 这都是诽谤 这都是造谣 这都是造谣 你们千万别信啊 那您和剧片人冯都 真的是青梅竹马吗 这些事你们从哪儿听到的 人肉啊 人肉 我读书不多 青梅竹马什么意思啊 青梅竹马肉吗 那肉能吃吗 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哎 哎 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啊 行了行了大家吃了 我都把他扭 嘿嘿嘿 绝你个订个干嘛呢这是 等姑娘呢 这是我的车 等的就是你 你不就是那姑娘啊 骂我老姑娘是不是啊 要想多了不是 虽然情况是真没情况 但我真没那意思 老娘去 怎么着啊 不是说到三里头 找九零后去吗 哎呀 这找是找了几个 没意思 没劲 现在这孩子 不知道脑子里想的都试试 我就发现你这人吧 要求太高 你管人脑子里想什么呢 反正您这款 也是走深不走深的 但是 你不能脑子里 什么都没有了吧 这一脑子 降火实在没得了 就是要求太高 哎 你这干嘛呢 我还有事的 去看 那你能有什么事啊 那去 约会去 是啊 约会去不行啊 呦 真的 行 好不容易 你守身如意到这把岁数啊 咱可不能晚节不好 我帮你拔拔 哎呦 上车吧 傻愣着干嘛呀 我给你当免费司机 顺便帮你看看 真的想好了 嗯 这工作呢 里里歪歪我也干了两年了 我答应了我爸就做一年的 再说了 我也差不多是干够了 那今后呢 今后啊 今后啊 我好好想想 你可千万别催我啊 我不催你 你现在是大姑娘了 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哎 哎 你最近跟冯都联系了吗 联系啊 哎 您什么意思啊 合你的心意啊 妈不反对 哎 您说什么呢 这肚子哥心里装着西城街呢 那他总不能 他总不能一直放不下是吧 可是就算他放下了也 小薇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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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三二哥 啊 好 一春姐 小薇姨 薇姨 这以后可不能叫一春姐 叫三嫂 哎 我说什么呢你 那你俩这是干嘛呢 啊 约会行 胡思亚 你也完没完 那个小薇 别听他瞎说 满嘴上火车 哎 你不就答应我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能不能闭嘴 那个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阿姨再见 那我来 拜拜 拜拜 行 那我们约回去了啊 拜拜阿姨 他俩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一春姐终于老听了 啊 对呀 您要是不在内蒙古待 索性就回北京嘛 我喜欢内蒙古 我一直喜欢内蒙古 我就打算 将来在这边就养老了 哎 对了我告诉你啊 上回我们拍的那个 那个记录片 好多人都看了 都说 咱们干了一件 积德的大好事啊 这事咱们不干 总会有人干的 哎 那可不一定啊 行 那您忙去吧 啊 给我替二婶带好啊 啊 哎 孩子是骨顿的欺负呢啊 嗯 别累坏了啊 已经坏了啊 哪儿坏了呀 脑子 这原先啊 我看本书只要看一遍 就气得八九不离十 就这欺负我都看三遍了 还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呢 嗯 嗯 不愧是真的脑子出问题了吧 嗯 没准 那脑子要出问题 脑膜炎 这得了脑膜炎可不就是傻了 不是你什么都记不住了 那不就是傻吗 我 哪儿跟哪儿这脑膜炎是小孩得的 我都多大岁数了 哎呀 你 我看你啊 真没准出了问题了 你听我的 你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去 啊 那个 这个甭管什么病 发现早都有治 晚了就全不行了 您说什么 那我有什么病啊 我身上也不疼 也没有不舒服的 你真傻了 你 脑子里有病的话 跟身上没关系啊 小肚子 你打小就爱胡思乱想 你是用脑用得太狠了 你没看那电视的 保险节目说吗 这个 身体上这些零部件 不能透支的使用 你听我的 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去 你就算为了你的闺女 你也得去呀 行 那我找人去看看 行行 给他看看 给他看看 哥 哥 你回来了 去哪儿啊 我去医院 给妈拿点药 行 哥 跟你说个事啊 我呢 就不在电视台干了 不做主持了 不在电视台啊 嗯 那你接下来干什么呀 在视频网站做总编 也是昨天才刚决定下来的 前一阵呢 妈一直因为这个事操心 我今儿赶紧过来跟他说一声 视频网站 刚刚兴起来的网站 是做影视产品了 我觉得吧 可能代表着 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这事呢 你说不清 我就先试试 行 好好干 嗯 那你赶紧去吧 等你回来啊 上去 好 你赶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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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您这是非常典型的 记忆力衰退 红杜 你怎么在这儿 给我妈拿点药 文阿姨没事吧 没什么事 老年病了 你呢 给谁拿了骗的呀 我自己 你怎么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什么都记不住 西城留下的旗谱 看多少遍了 记不住 我爸就怀疑 是不是我脑子有问题 非逼着我来医院做检查 那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说这是最典型的 记忆力消退 从三十岁就开始了 那这问题严重吗 严重什么呀 说白了 就是年纪到了 人老了 是啊 我这段时间 记性也大不如前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人都没活明白 就老了 我还记得咱小时候 在胡同里疯跑的时候 好像就像昨天的事情 那会儿我觉着 你爸跟我爸看着就特老 一转眼的功夫 咱们都这个年纪了 可不是吗 可不是一转眼吗 你说就现在那些小年轻 看着我们 还不把我们当老帮菜呀 估计还真是这样 老了 啊 为戒 对了 一直没问你 西城的墓地安顿好了吗 我想去看看他 开车了吗 走 我从来没听说 这一带有建公墓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西城从来就是与众不同 那时候他跟我说 说他不想进公墓 人多吵的话 想树草 我就跟园林管理局的人商量 选在这儿 这棵树真漂亮 像一帮巨大的伞 我一眼就看中了 没事的时候就来这儿坐坐 跟他聊聊天 就好像西城从来没走过一样 他会谢谢你的 我开车了 我开车了 进西城 进西城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西城 三哥 怎么能不记得呢 我们三哥 去李明珠那儿 偷我们家那台被没收的电视 那时候他就戴小帽 还拿刀 我们哪儿见过那样的呀 你们家那电视也是 苏联产黑白红宝石电视 那么大根 屏幕那么小 当时还当着宝似的 那可不是个宝贝 整个胡同只有我们家有电视 大伙都围着看呢 现在呢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而且这电视的屏幕啊 是越来越大 是越来越大 电视 电视为我们开启了现代化的序幕啊 而我们现在 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网络时代 你还记得我爸吗 你还记得我爸吗 他作为一个出版人 这辈子都在和电视媒体抗争 而我们呢 我们就成长在电视的时代 但是现在看来 这电视的时代 好像也快要落幕了 启明他们 整天跑在网上 一天都离不开手机的电脑 可不是吧 那吴小剑家还找我要拍什么 微电影 搞半天我都没弄明白 哎 你看过没 微电影 好像看过吧 但是我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 你说我们 你说我们 是不是快要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呀 很正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这一段 都尽力了 没错 起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证明过自己 为了我们的理想 努力过分的我 我们的理想 都随着这个时代一曲不复返了 我曾经以为自己与众不同 认为世界会因为我而改变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说 不是我要上电视 要去电视上大声地说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现在 全世界谁都能说 随便说 而且说得挺精彩挺热的 谁能想到世界会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也想明白了 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 是我爸 是徐阿姨 是冯青 是星辰 是你们这些朋友 我只希望 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永远在一起 你说 如果西城能听见我们在这说话 他会不会觉得我们特傻 傻就傻呗 都傻了半辈子了 也不在乎多傻一会儿 哈哈哈哈 从来不愿 命运之错 不怕旅途多坎坷 想着那梦 拖着那边 小心点 这么大家伙呢 小心小心 慢点慢点 不是啊 这是寄来的什么好东西啊 不知道啊 这是萧红军记来的 记得想多了 是啊 哎呀 回头要什么好东西跟我说一声啊 别光自己闷灯灭啊 哎呦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寄头驴来吧 这箱子又小了点 哎 哎 不是啊 千万小心啊 别磕着碰着的 脚踏实地 哎 一补一个脚印的 二楼啊 得嘞 您就放心吧 哎 走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大的个啊 不知道啊 这 这是萧红军 从内蒙古给小肚子捡的 这 这这么大的东西 这放哪儿啊 这家里没个地儿啊 你甭管它放哪儿了 反正咱俩是搬不动啊 等小肚子回来再说呗 映晨 你怎么在这儿看手机呢 多灰眼睛啊 这是我爸爸新拍的电视剧 爷爷说明年中考就不让我看了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看呢 对了 这 这电视剧不是在电视上播的吗 这手机上播的 这也能叫电视剧吗 奶奶 这不叫电视剧 那叫什么呀 那叫手机剧 手机剧 那我爸爸就是拍手机剧的 来来来那菜都好了 赶紧吃饭你们 赶紧把手机收起来 等会儿爷爷看见了 又好 为了你我他 为了我们大家 我们自己还是 想给自己鼓鼓掌嘛 真是啊 咱们这个小滚胡同拆迁以后 我们这几个老帮菜 还是第一次在一块儿相聚呢 可不是 可不是 总是萧红军大老远子赶过来 好啊 还有我呢 对对对 对对 咱老街坊聚会那么大事 咱能不来 别提了 一听说老街坊聚会 萧红军着急忙慌让我订机票 本来说呢 要给大家带两坛那个闷倒驴 死活不让带 别别别 不能提驴 一提驴啊 我吃不下饭了 你心眼小 是早该拒绝了 我这急脾气 咱们几个为了一块儿相聚 来吧 赶紧成为吧 对了 这冯都肖文一肖战呢 肖战出差了 说是晚上回来 这音音呢 说好来的到现在人都不见 你们说现在这些年轻人能忙什么呀 整天不着家 说起这事啊 这大家可帮着张罗张罗 有什么合适的呀 得说说 什么啊 沉得我操心 不行 留意留意 一会儿张罗张罗啊 这孩子忙着呢 他们眼里边哪有咱们呢 王丽他们 吴大爷 我这还没进门呢 你以后您说我呢 你以后 你说什么都不好啊 我可没敢说你 我说的是 肖战和小肚子他们 行 您不说我就行 一一啊 你说那么一大桌子的人等着你 你是不是应该死罚一呗 行 我喝 来 我敬大家 好 好 行了 行了 少喝点 吴一啊 你最近见到你小肚子哥没有啊 总是见不着他人 怎么搞得比拍纪录片那会儿还忙啊 对啊 爸爸都忙昏头了 肚子哥这几年不是一直都忙着拍电视剧的吗 拍电视剧归拍电视剧啊 这小子不拍电视剧的时候 也不着家 老在外面转悠 我还听说他最近 上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旧货市场去转悠去 你说他是不是想捣腾文丸什么的呀 这两年听说这个文丸那可火的 什么 什么 什么橄榄糊 什么核桃啊 这都都都都 老五 你看我这文文怎么样 好 这都包了姜了 这是我妈那拐棍 现在该我用了 我过着这儿啊 不知道为什么老脚着呢 拉着我妈手似的 你瞧瞧啊 这说明这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啊 这得一代一代的得传下去 老太太用完了你用 你用完了冯都用 爸爸用完了给我用 行 我呀倒是知道肚子哥忙什么呢 可他呀不让我告诉你们 太说不说 他迟早得告诉我 来 咱喝酒 不管他吧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悠着点悠着点啊 我又喝多了 你知道了嫂子 你管着我 来 冯大哥 今儿这酒喝得痛快 太好了 你就知道喝酒啊 是吧 咱们稍坐会儿 喘口气儿吧 好好好啊 今后这种活动啊 开钱 咱们得尝尝吧 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让他们公司给骗走了 就是他们干的 你这不是四事吗 我让你四事 你放开我 就是他们把我的钱给骗走了 就是他们干的 你们放开我 你怎么不咬人呢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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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抓坏人 抓欺负我们这平头老百姓啊 我告诉你们啊 我八十了 我要有个好胆的 我儿子呀 跟你们没完 警察同志 这老太子怎么了 她是我们邻居 不是大爷呢 你们认识啊 认识 可不沾亲 是 我们任职兴公务呢 就到电信公司报警 说老太子有讹诈电话局 我们赶过来看 他还真在里边闹着呢 怎么成我讹诈了啊 明明是他们 把我的钱骗走了 怎么成我讹诈呢 爸爸都别闹了 别闹了 你们家这钱 怎么让电信局给骗了呢 你不知道 我那天呢 在家里接了个电话 他打电话呢 对我们家的事 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说我是涉嫌什么洗钱 什么还 还被监视了 属于这个重大案件 让我赶紧地把那钱呢 打到那个安全账户 我一听我就慌了呀 五十万呢 我们家砸锅卖铁 就这五十万呢 我就赶紧都打给他们了 完了 四婶 这个叫电话诈骗 我以前一个邻居也遇见过 四婶 您的钱被人骗了 报警 跟人家电信公司叫什么劲 头三月就报了 那警察查了 说是什么 说是这骗子呀 从那海外打来的电话 就算抓住了啊 钱也够欠啊 让我们等啊 跟人家电信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就是他们这公司 给我们家装的电话呢 那骗子呀 就是通过这电话 把我的钱骗走了 怎么没关系啊 我跟他们没完 我可怎么办 这电视里三天两天 都是有诈骗新闻 你们都不看呢 结果出了事 还在这无力取闹 我无力取闹 我无力取闹 你们把我抓走了 我也不想 爸妈 咱们别闹了 行 咱们别闹了 我可怎么办 今儿今儿今儿都看着呢 我可怎么办呀 我的钱啊 没有 我这老太那个怎么办 我 就我说呀 那四婶啊 她是做贼心虚 哼 坏事干多了 就是 你说 那骗子要给我打电话 说洗钱 我都不知道洗钱是怎么回事 这还能把钱打给她 是啊 这洗钱 洗钱 我原先还一直以为是 真把那钱放水里洗呢 哎呀 这四婶啊 那是自找的 嗯 咱还是各回各家 散来吧 嗯 我说 各位啊 都瘾瘾瘾的啊 嗯 这钱可得看好了 现在这片子游着呢 散会 走吧 早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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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帖 谢谢 我回来了 您也收到这个了 怎么 您也收到了 这 这到底是谁寄来的呢 有人邀请我们了 邀请我们 谁啊 自己看 本次活动意义重大 请您收到此请简介 好 冯叔 徐医 厅长 你也接到请简了 是啊 洪雪去接我妈和萧薇一了 一会儿就过了 你说这是谁 发的这请简啊 还写着务必前来 一会儿就知道了 哎呀 太好了 人都齐了 是谁把咱们给招呼来的 还又问吗 小肚子呗 找咱们来干吗呀 既然都请咱们来了 咱们就赶紧进去看看吧 好 进去瞅瞅 慢点吧 慢点吧 这小灾弄得挺神秘的啊 怎么能不能把咱们也拖掉 咱们去前面 有没有拿来 封销 好嘛 那是我们家那台电视吗 哪个 待会儿来看看 这个 这我怎么没见过呀 那会儿你还小 你不记得呀 没错 就是咱们家的 这老电视 有五十多年了 可爱是 对 爸 电视还能看吗 这电视可有年头了呀 还真说不住 这 中国电视机不误会 这应该就是冯都给咱们的惊喜吧 不是咱糊涂吗 你喜欢的 真是 我说啊 你当初还在那儿 早能够电视天线呢 可不是 对了 对了 怎么家 真好啊 你呀 那个快过去就是咱们的家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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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雨 它慢慢的飘过来 陪着我慢慢的走 诉说那将来 悠悠的风 它轻轻的吹过来 好想知道 我对你的感慨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现在 冬去撩车来 雪花流云开 春来再一段开 希望你感觉到 我可以的 才为你那会儿和船 曾经有过 那许多的空白 能不能彼此接受 感情的存在 亲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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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片梦不改 不知能否 走进你的心海 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故事 我厉害 我的爱对你说 我不厉害能治得了你 这么多年了 度许多远 这温过的 你看到我 严重的 我爱你 CNG 别拒绝了你 我爱你 就哎呀 你很想 попроб的吧 你还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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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许了春来雪花流云开 这份爱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 你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有些人问我 过去的四十年到底是什么样 我说 那是雄心壮志孕育过无数可能性的四十年 是有欢笑 也有泪水 有朝气 也有颓废 有甜蜜 也有荒唐 有自信 也有迷茫的四十年 是我们国家真正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四十年 是只属于我们的脏